将辣椒粉、黄油与黑巧克力按照一定比例混合,再揉搓成巧克力球,精准控制每一颗巧克力球在16克左右,最后裹上一层巧克力粉。 这是50岁的外国大叔古风用他在四川生活了8年的川味体验,结合瑞士巧克力制作技术做出的那味巧克力。 11月29日,记者来到古风在四川成都五喉区开的西餐厅,了解就位外国大叔的川味情节。 初见古风,他就用着流利的汉语在和电源沟通,甚至中间会夹杂着几句四川话。 古风告诉记者,他出生于瑞士,成长于巴西,拥有着瑞士和巴西双国籍。 2011年,古风作为留学生,带着妻儿来到成都并在西兰明珠大学学习汉语。 2016年,古风开了这间西餐厅,并且推出了他自创的辣味巧克力。 古风说,选择用黑巧克力与辣椒粉搭配,是因为黑巧克力的苦味与辣味是可以共存的,而牛奶巧克力的甜,则会与辣相冲。 因为我从瑞士来的,在瑞士巧克力很聪明的,瑞士巧克力特别好吃。 四川人他们喜欢吃辣的东西,所以我开始做,我试试做一个辣椒的巧克力。 我用瑞士的巧克力,还有四川的辣椒。 那个味道是特别的味道,因为第一口的味道看起来不辣,第二口那个辣的味道慢慢回来。 记者注意到,在古风西餐厅的墙上,贴着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举行英语教、西班牙语教和日语教的告示。 我看在中国学英文的学生,他们读书特别好,但是他们的听说不特别好,所以我帮助他们,因为我想读书是重要,但是在路上你必须听说的。 所以我们在我们店里也开始做英语教和日语教和西班牙语教,所以让他们要学习,国外的人他们可以再来,他们可以来这里参加。 如今,古风的两个儿子已经回到国外生活,他和妻子则选择继续留在成都生活。 我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,所以在中国我太太她更放松,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去穿船,还有晚上一点回来,但是都没问题,所以在这里是特别安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